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里的风光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楼顶 36楼的楼顶 这是一个无边境的游泳池 前面有大海 感觉从这里游过去就是直接游到大海了 然后我的对面 也就是一个健身房 健身房面对的也是大海 其实头顿它是三面环海 风景非常好 它可以不差钱吧 好 好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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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烤区啊 很漂亮的地方啊 烧烤区也是能看到大海的 这里的烧烤区非常大 然后烧烤区出来呢 就能看到无边无际的大海 我们前方呢就是头顿的大山啊 山上乌云都看得很清楚 山顶是乌云连成了一片 这是整个头顿的全景 我们都能收到研究 这里应该是这里啊 哇 那个打窝还真的是就是这个方向啊 对啊 就这个方向 对啊 前面的房子还在建 这边已经交互了 这间房屋是龚大哥买的公寓 位于15楼的一间 龚大哥买这几间公寓的墓笔 是为了投资 出租 或者租资 前面就是那个 那个耶稣山啊 头顿的大山小山 头顿的大山小山 其实也一直往前就是大海了 因为今天的雾 因为今天的雾比较大 所以我们看到的全是这个云雾 矮矮的天空啊 一套房子 这种有电磁炉 橱柜 有处理过的净水器啊 有橱柜 他是这种抽拉似的 这样抽拉似的吗 这样抽拉似的吗 这样抽拉似的 抽开就好了 我还不知道呢 对 你不下厨房 好男人 龚大哥在这个十二楼 这边十二A 十三楼是吧 十三楼买了一套 跟楼上的 他是一样的 面朝的是 头顿市的市中心 头顿市 尽收眼底 很漂亮 然后这个房间 跟楼上的户型也差不多 户型也很漂亮 在卧室 我们看着就比较狭长 但这里可以放一个插机 这个是主卧 这边呢 都是精装修啊 所有的东西 都是已经 开发上已经配套好了 然后包括他这个 除味的东西 包括卫生间 哇 这里还有儿童乐园啊 这还有专门供小孩玩的地方 这里的活动区域位于公寓的第四层 活动区域的范围非常大 咱们的桌球房 咱们的桌球房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这是公寓吗 像皇宫吗 像皇宫吗 像皇宫一样的 像皇宫一样的 好可以 我可以 哈哈 也得好啊 拱大哥想把房子交给物业公司进行租赁 那你也不如自己租呢 自己租如果挂在网上 对 但是因为 但是不方便来回 对 因为客人如果走的话 要一些清洁啊 床单要换啊 那所以还是要请管理公司 来协助我们来租房 对对对 如果是你常住的话 就不需要管理公司 但是如果说你日租型的 就要管理公司做清洁 服务啊 甚至有些退房的动作 但是如果你常租的话 可能这个价格就租不到了 常租的价格 对 因为管理公司可能他要再 再往上 再加上一点 对对对 这拱大哥要留我们在头顿住一晚上 这个已经给他们贴很多麻烦了 所以我们就没好意思住 我们就回胡志明 我们现在在这个头顿的渡口啊 汽车坐渡口 走渡口 一个汽车差不多和三十万月顿 差不多和人民币八十几块钱 还是挺贵的 但是省了很多时间 我们现在一辆车是三个人 它是三十五万 一个车寒司机 然后另外两个人呢 就是在加钱 总共我们总共是 四十九万 就是一个人七万 总共是四十九万越南顿 三个人 过江 还是蛮贵的 但是省了不少时间 如果绕远路呢 可能也费了很多油 这样算也差不多了 别误会 马丁走错厕所啊 原来是父爱发挥 帮跟着老婆爱妻啊 一起啊 来包这个小朋友的尿布 所以各位别误会 感谢您欣赏本期的视频 我是在越南的老妹 祝您生活愉快 拜拜 拜拜